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前夜季過後的遊戲體驗心得 這一次前夜季前所未有的打了將近12個小時 基本上老人家的骨頭都快被拆了 不過還是玩得超級開心 吃不吃趕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點 武器的射程 打擊感 這次三代的武器射程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整個射程的距離感好像也有增加 當然這也很有可能只是感覺上的差異 日後我們會再針對射程做分析講解 這次就比較上來說 連頂尖射擊槍俗稱P槍 用起來的感覺好像也不太一樣 我總覺得好像沒有那麼長了 接下來就打擊感的部分來說 這次的墨汁的擊中感沒有二代這麼明顯 在二代擊中的時候會出現一個類似爆炸符號 這次三代明顯變小了 所以在打擊的時候感覺就有一點點不太適應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感受一下 不然都會有種我又打到人的感覺嗎 第二 靶場試射場的位置 這次的靶場非常的讚 直接就在大廳內 不需要再額外點擊任何的東西 然後這次多了超大型的靶 傷害耐性可以到999.9 但我很好奇這麼大的靶不知道用意為何 然而他其他的小靶也是坐落各地 但跟二代的位置完全不一樣 反而有一種打靶的順序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 甚至也有超級高的靶 超過了這個SP超級落地的高度 不過就目前確實沒有超級落地這個SP 但是在之前的官方影片好像有看到有圖示 也有傳聞是英雄模式限定 這個就等日後發售的時候再看看啦 總之這個超高的靶 我個人覺得應該就是模擬在高台上的人 等於你可以練習取射 這個想法就很不錯 靶的位置周邊基本上 也就是各種地形都有 也很方便讓大家練習各種技巧 包含走位跟穩行登頂等等 甚至在大廳可以直接使用選單重置地板 然而人所在的位置不會改變 這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今天你想要測試射存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再來就是更換武器裝備的立即性 在二代的時候如果想要針對裝備的技能做測試 再退出靶場更換裝備再回來的時候 這中間的讀取過程也是讓人覺得很心煩啊 這一次再進入裝備的頁面設定後後 回到大廳的速度非常的快 等於在測試技能這個部分又更加便捷了 這一點真是一大福音啊 再來是新功能的由於機器人 位於靶場的反方向 有一個機器人坐落在那裡 走過去可以跟它對話啟動它 也可以在選單設定啟動它 它會根據你的ZR擊發 或是R鍵丟出副武器 這個功能非常的不錯 可以練習一下對槍的感覺 或是一些SP的使用上 需要迪莫測試的時候 都會非常的方便 第三點 體感的差異 這一次的體感啊 我感覺上好像又有一點不一樣啊 好像有點變快了 整體對槍的感覺有一點抓不帶到 這個部分感覺還需要一點時間來校正體感 之後有空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四點副武器的使用心得 針對這一次的副武器啊 標線器 使用上真的超級不習慣的 由於它只能單一線投擲 等於一定要瞄準丟出才會有擊中的感覺 等於一定要瞄準丟出才比較會有機會擊中 然而反射似乎只有兩次 剛好這次前夜之以釋出的地圖 都比較寬敞方正 相對來說比較難以使用 雖然它本身具有30的傷害 但現階段來說 使用上蠻不適應的 不過根據其他支友的回饋 與其說要它去偵測敵人 不如說它是拿來補尾刀 更加適合 如果你今天擊中敵人兩發 當它逃跑的時候 你可以瞄準好它再發射 可能就可以達到完美的擊殺 這一點我真的是完全沒有想過 或許P槍就是一把新的環境武器也說不定 因為標線器的射程超級長 第五點 SP的使用 新的SP可以說是有非常的多 就以這次用到的 覺得終極發射真的是強勁啊 雖然只有三發 但射程距離也很低 對於遠方的敵人 幾乎可以以範圍式的方式帶走 對於關鍵時刻的擊殺 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後關於喇叭雷射5.1CH 蓋掉了水刀的SP 換上了自動追蹤的雷射喇叭 這一組真的也是很不錯 對於驅趕後排來說 十分的方便 雖然要逃過喇叭不是一件難事 但你也知道在擊戰的時候 就差那麼一點點就可以帶走了 重點是使用SP的期間可以繼續攻擊 十分的方便啊 下一位是巨大防護罩 這個防護罩我覺得 功能性來說呢 十分強大 對於祭典的大範圍圖地 沒有目標物來說呢 就沒有這麼明顯的功用 除非是以壓家 把SP放在家門口外面一點的地方 再來就是三色奪寶十分好用 可以把SP掛在超級信號上 由隊友做保護抓敵 但這個SP呢 可以從外面攻擊頂端 或是進到內部就可以攻擊防護罩內的人 作為有目標物的保護 其實是蠻方便的 然而巨大的防護罩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跳點雷達 這一點非常的不錯 除非你打爆他 不然他就是一個有防護罩的雷達 可以讓隊友快速回到場上 下一位是觸手噴射 這個SP我倒是沒有接觸過太多次 不過我有感的是 他作為短手武器 或是潛入敵人家中打破陣線 非常好用 如果一個不小心被壓在家裡 或是地形刺木機 不容易進入敵方家的 這個真的是可以一曲攻破防線 甚至抓掉後排 我覺得我必須要好好練一下這個SP才行了 下一位是螃蟹坦克 這個SP是我目前覺得 非常之強大的一個 基本發射的射速會越來越快 快到跟格林差不多啦 正面自身的防禦率也很高 不太容易被打爆 然後又有R劍的加農炮 長距離範圍攻擊 最後還可以變成一顆球作為防禦 雖然說速度不快 但是在前線如果開起來就會很難攻破 這個大型坦克真的不是蓋的 我預計前期應該會有不少人使用吧 太強大了 下一位是鯊魚做棋 這次我在銀噴跟四番的使用上 都有使用到鯊魚做棋 我覺得作為一個超級落地的另類改良版 十足的強大 移動式的定時炸彈 可以在瞬間看準敵人一舉攻破 作為途徑或是保護 其實都非常的好用 唯獨很容易卡在邊邊角角 在下水道的圖啊 沒有看好方向就很容易卡死 下一位是彈跳聲納 這次的地圖啊 比較沒有單一大空曠的地方啊 所以我在彈跳聲納上的使用 沒有明確的感受 但在跟瑞塔同步遊玩的時候 有明顯發現 他使用彈跳聲納在激戰的過程中 帶走了不少人 由於彈跳聲納的波形範圍大 一個不小心沒跳到的話 就有可能傷害可能是直接帶走你 最後一位是能量戰 這個SP我不得不說 現行我覺得真的算是很強大的SP啊 看起來不就是喝一罐飲料嗎 哪有這麼誇張 就是有這麼誇張 喝了飲料以後呢 會提升走速 游速 SP死亡減少量降低 1秒復活 超級跳躍縮短 然後死亡SP減少量這件事情啊 我的觀察根本就沒有減少吧 這一罐飲料的時長約末15秒的飲料 根本就是一個無敵星星啊 然而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飲料戰本身是無敵的 墨水是穿不過去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躲在飲料戰的後面 或是圍繞它 但炸彈能不能炸它 我就不確定啦 基本上感覺就是一個無敵的水蓮 真的是太厲害了 如果加上殭屍流的裝備 或是刷SP流的裝備 那真的是難以想像啊 第六點 SP的強大 這次三代的前夜季 大家都有感SP的強大 甚至有不少人覺得太過強大了 但我覺得除舊不新 換上了不少一代的SP 以及新的SP 相信除了讓更多新玩家 有不同的遊戲體驗 相對來說 會不會其實平衡性也會更好一點呢 當然對於大佬來說 什麼SP都可以使用得如魚得水 但對於比較不熟悉 或是使用不純熟的玩家來說 或許這個對於其他模式相對來講 更容易打開局面 不至於被壓得死死的 然而我也明顯感受到 這次三代的SP 要刷其實沒有這麼的容易 目前感覺需要的P數非常的高 畢竟目前看起來區域的SP都蠻強大的 確實需要累積的點數高一點也是比較好的 第七點 地圖的設計 截至目前為止 地圖呢 除了美術館 SPA 度假村 等是前幾代的地圖比較方形一點 相對來說 蹲點比較多 地形相對複雜 對於兩隊在對戰的過程中 會比較容易有人可以支撐潛入突擊 不過就以三代的地圖來說 設計上感覺又更不一樣了 會發現大部分的地圖都是以狹長型居多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感受到雙方隊伍在對戰的時候 會比較均衡 難以支撐突進攻擊 一方面也可以讓隊伍的節奏抓得比較均衡 快速的可以讓反應隊友的位置 或是隊友能及時不會協助 就目前狀況來看 任天堂連這個部分都考慮到了 相信9月9號之後的遊戲體驗一定會很不錯的 第八點 索敵的難度 不知道是否因為祭典的顏色比較艷麗 終於覺得這次在索敵上比較困難 若是有敵墨的部分 感覺不太容易發現敵人的位置 這個部分可能要等正式開始之後的真格模式才能確定囉 第九點 三色奪寶的趣味性 三代首次引入了這個新的元素 前半場由第一名的四人 與下半場跟第二名 與第三名的隊伍各有兩人抗衡 這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有趣味性 重點是 三色奪寶的目的是 三個隊伍除了要贏得徒弟面積外 第一名要保護超級信號不被搶奪 第二第三名要負責搶奪超級信號 同時二三名又可以互相殘殺 這就會形成一種第二三名 沒有沒有意識到讓第一名輸是其一 讓自己的隊伍奪得超級信號 用以加分是其二 到底要殺掉所有人搶的信號 還是要拉下第一名 但二打六這件事情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種種元素與戰略考量放在其中 這無意讓祭典這件事情變得非常的有趣 導致一度其他隊伍都是4V式變成內戰 因為所有人都參加了三色奪寶 相信之後開放在私房讓大家進行 然而地圖也不會只有一張 我認為這不論是官方祭典或是大家私下的活動 都可以依照一番超級有趣的畫面 第十點滾行的實戰性 針對這次三代的魷魚滾行 可以看出它的遠景的實用性 相信對於對槍上的戰技絕對有十足的功用 它可能或多或少可以取代冠性取消的功能 甚至在三代的很多地圖高低起伏上都可以使用到 這個技巧我深深的感受到 它必須熟練到有如肌肉記憶一般 同時也必須了解地圖上的各個位置該如何使用 這絕對是需要時間累積的經驗 但我相信如果具備這項能力 絕對在各個模式上都可以無妄力 無論你是中前中後排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前業績過後的遊玩心得 其實或許還有很多很多值得分享跟探討的 但是一晚12個小時的我 金魚腦真的是容量有限請大家見諒 不過9月9號斯普拉頓3發售在即 我們一定會盡可能將最完整 最易懂的資訊吸收整理給大家 一定讓新手老手都可以開開心心 歡歡樂樂遊玩這款遊戲 請大家務必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非常感謝大家耐心的收看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或是你的看法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高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